新型冠状病毒持续蔓延,疫情状况不容小觑,香港已确诊病例过百起,其中第一百位感染者身份曝光后,引起众多网友关注。 据悉,第一百位感染者是六十岁的香港女富豪周晓,目前担任多家公司的董事,其住所所在地,是香港著名的富人区,不少著名艺人,名由富豪居住在此,其中包括秀淑珍和老公沈家伟的豪宅,福宁侠和老公梁锦松的豪宅,都在这片区域。 他长期问诊的医师,也是信仙,周润发,真子丹等连许多人的御用医生。 潜伏期间,周晓还频繁出入赛马会所,却了解,此赛马会所拥有不少明星会员,天王郭富城与妻子帮院就是其中之一。 随着周晓前夫妻具体形成的曝光,不少网友猜测,此次新型冠状病毒,恐怕会大范围地波及着香港的明星,富豪们。 据悉,周晓从2月12月开始咳嗽,一度发烧到39.9度,前后四次前往一名叫作洋。 一女的医生那儿就医,确认背部有杂音,她的皮身庸人随即也出现感冒发热的症状。 但周晓却拒绝杀查,直至发病13天后,才转往大医院确诊。 周晓在前夫妻内,曾游玩作弊,频繁出入多个高端场所,还曾参加过一个近20人的豪华婚礼。 截止到目前,新娘的父亲和她的佣人已确诊,现在的医院接受治疗,参加婚礼的十余人,也被界定为密切接触者。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在前夫妻没有明显症状,但却只有传染性。 因此,不少网友担心,跟她有过接触的人,会不会不幸遭感染,再通过进阶感染到香港的明星,富豪。 如果是这样,恐怕整个香港富豪区,都会经历一次大沦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